或凡村之斗气生存,开局先来觉醒斗之气,不是这觉醒就跟萧萧月似的,气韵提升到红韵就差不多了,有句古话叫做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,有了百老传承直接获得焚绝,有了斗地转世的属性,功法直接拿到手软,进入主题,出生点就有一个光龙巢穴,在他的下方还有一个超大遗迹,不出所料应该就是村民国王的老巢了, 你别说这个种子的遗迹还真挺多,不是老妹你凭什么穿的这么光鲜亮丽,上去就给你两肘鸡,随后风之急允杀直接鸟掉,卧槽出金了,名字叫做凤凰剑,还有一本天接灵轴,OK直接使用,不是我操你麻蛋的我焚绝呢,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,OK先把新手装备穿上,直接同境界肉身无敌,卧槽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光龙巢穴, 那个身影,好像是芬里尔殿堂,靠近一些看是的没错,直接批发遗迹了是吧,卧槽美人,老妹你直接给我坐下,兄弟们要知道,我可不是贪图美色之人,这边还有一个铁匠铺,真穷,怎么凭空冒出一堆狐狸,全部秒了,右上角显示减少阵营好感度, 没事趁现在多杀点后期补回来就好了,怎么又出金了暴力真的很高,居然是RPG系列的武器,怎么跟个鬼子一样,找个梦中情乌度过新系列第一晚,麻蛋刚睡醒看见这玩意怪恶心的,名字居然带了个笼字,直接坐下,麻蛋的村民房子都被国王吞了实在是太可恶了,直接起军北伐,鬼子进村了老弟们低调点, 1,2,3,坐下,掉落了一把权杖,名字叫做村民国王权杖,名字倒是霸气了实力便是弱了些,国王王座居然是用24K纯绿钻打造,前期需要不断刷怪提升等级,OK这就是封印芬里尔的地方了,直接使用封制局隐杀打破枷锁,随后两刀直接秒掉,掉落了毛发与牙齿,天马倒真就是随处可见,这边还有一个流氓巨人, 一刀将其带走,此时还出现了火龙的血条,不是你俩是男童吗?好小子弓的都不放过,直接隐杀,取出一瓶火龙血,发现一只巨斧黑母傀儡,跳皮鸟了 出金了,还有两个长得像高丸的丹药,居然是仙品,丑得一皮,霍槽这是什么?名字叫做海清燕残垣,不对是一伙,不过这要怎么吸收?用瓶子吗? 看来是的,直接被秒了,来找小伙伴,风之隐杀秒了